- 大家安我三昇 這個影片來分享一下到底什麼是Makesafe 還有Makesafe可以拿來做什麼 平常我又是如何實際應用Makesafe呢? 先從這個詞來看看 Makesafe是取自磁鐵和安全的英文 也是Magnon和Safe組成的詞 是蘋果的一項專利技術 最早是用在蘋果的筆記型電腦 也就是MacBook系列上 中間曾經被捨棄過一段時間 現在已經重新被放回來了 主要作用就是指說 電源線因為具有磁鐵吸附的功能 因此除了方便插拔和對齊位置以外 最方便也最貼心的是 能避免使用者充電的時候 不小心拌到電線 造成電腦變成半導鐵盒 另外順便提一下 這是我以前的MacBook Air 當時的充電器和新版本最大的不同是 舊款具有可以收納電線的設計 我超喜歡這個小東西的 希望之後也可以把這個收納功能加回來 而現在除了MacBook系列 有MagSafe這個東西以外 從2020年的iPhone12系列開始 也把類似的體驗帶到了iPhone產品線上 而且後來出現了各種產品 各種應用 更是大大拓展了這個小小的磁鐵圈圈 可以實際在生活中用上的情景 而最近也有消息指出 在未來的第二代的器無線充電 也將採用MagSafe技術為基礎發展 因此未來Android手機 也能享有這個便利的服務 那如果手邊的是iPhone11或以前的機型 又或是Android手機並沒有支援MagSafe功能的話 也是可以另外貼一個貼片 只要是本身就支援無線充電的手機 也同樣能享有MagSafe的充電功能 不過我觀察到身邊朋友 其實有在用MagSafe的人還不算多 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iPhone內有這個東西 或是就像Apple Watch一樣 知道這個東西 但不知道這東西到底能拿來幹嘛 接下來就說出我自己的使用情境 首先是最基本的 也就是直接買一條蘋果原廠的MagSafe充電器 提示一下 其實在Costco或是某些大電商等等其他經銷通路 都可以買到比官方訂價低一點的價格 而且這種跟充電有關的東西 真心建議在信得過的大品牌電商購買 別去蝦皮上買號稱原廠的便宜貨 去一趟滑翔北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如果單純只有一條這個線 基本上就是無線充電 但少了去對位置的過程 還有加上了自動吸附的功能 平常這樣擺在桌上 iPhone靠近就會啪 吸附上去 而且拔掉也只要單手一推 算是小小增加的使用體驗 單獨這樣用的時候 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在床上軟爛的時候 有一種回到古時候30PIN充電線的感動 也就是可以拉著線 把iPhone從遠處慢慢拖近 但稍微用力扯一下 又可以使兩者分離 這個在Lightning是不太能有相同體驗的 因為實在是有點緊 再來要讓這個功能更解放 大概就需要搭個簡單的充電座 譬如說我平常工作桌上擺的這個 只要把原廠MagSafe充電器塞進去就收工了 放在桌面的好處就是可以調整角度 一方面方便閱讀 一方面是有訊息來的時候 能在你伸手去碰iPhone的過程 就已經解好Face ID了 如果是習慣用iPhone看影片的族群 單手就能輕鬆旋轉90度橫向觀看 當然偷胎起來臉朝上 也就可以拿來充AirPods Pro之類的 工作桌上的進階用法 現在在MacOS上 可以很方便將iPhone指定為FaceTime相機 或是當然Google Me之類的視訊會議服務也可以用 iPhone的鏡頭實在比MacBook系列內建的好太多了 加上一個小配件 就可以很輕鬆固定在筆電螢幕旁邊 省去桌面空間的同時又可以牢牢固定iPhone不怕掉落 在某些情境還可以當作一個隨身攜帶的小外界螢幕 等於是把一個視窗多塞到主螢幕之外 而且鋁合金質感非常不錯 那如果是不考慮額外當作小螢幕的需求 只會拿iPhone來當鏡頭 像是之前我直播拼魔界那組樂高 就是用iPhone來當作視訊鏡頭的 而且和我一樣 想讓MacBook盡量表面維持乾淨的話 也有另外一種可以隨時拆裝的 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只要這樣掛在MacBook螢幕的邊緣 非常簡單就搞定了 而且還可以搭配桌面視角 拍攝接近垂直的畫面 這個配件設計非常聰明 中間這塊鋁合金的部分 是可以單獨挖出來的 中間是一個最通用的1.4英吋螺絲孔 也就是說這塊可以單獨運作 拿來接在任何手邊已經有的相機腳架 用MagSafe實在比傳統這種夾式的支架方便太多了 搭配相機腳架或是自拍棒 能單獨快速放上取下 真的用過就再也回不去傳統了 而且相信我真的很穩 提到攝影相關就必須提一下 另外一個我很常用的進階配件了 這種東西底部也是1.4英吋的螺絲孔 直接上腳架沒問題以外 這邊同時也是冷靴 所以可以把iPhone當作第二台機器 直接固定在相機上方 無論當作第二個焦段的拍攝 或是訪談同時拍攝對象和自己 還是當作備案使用都很讚 而且如果需要補光或是額外的收音器材 只要這樣一轉 就可以往側邊或是上方多增加一個冷靴 根據我測試起來洗力都非常足夠 完全沒有擔心過會掉落 畢竟如果真的是整個腳架倒掉之類的情況 那傳統夾式的也是一樣淒慘啦 另外像我拍開箱的時候 偶爾會希望有一個畫面是從正上方垂直往下拍 也有這種形式的 其實就是把台燈的最前端變成了MagSafe 夾在桌板邊邊非常聰明方便 就可以很自由旋轉各種角度和方向 這也是我很常用的用法 另外如果使用的地點比較固定 而且希望是由實體線材來快速充電 畢竟插線的效率還是比MagSafe高很多嘛 那也有這種放置在桌面或任何平面上的 一樣可以調整高度任意旋轉角度 不過整體更穩 搭配iPad或iPad mini的話 看起來會很像得到一台縮小的iMac 非常適合擺在固定的電腦桌上 直播視訊 或是床頭櫃追劇聽音樂 又或是帶到廚房一邊煮菜一邊看食譜之類的 說到看主菜 經常有這種使用情境的話 我更推薦乾脆直接黏一個在牆壁上 省掉非常多空間 或是黏在鏡子旁邊 每天刷牙的時候可以看看影片 或是洗澡的時候可以視訊 這個是固定角度的版本 當然某些時候會希望可以調整角度 也有這種中間是球狀的關節 一樣黏上去要的表面之後就收工了 這個也是有些人用在車上 但車用的話有個更好的解法 而且不需要黏貼固定 這個是夾在車上冷氣的固定方式 有用假的和用勾的 可以根據自己的車選擇適合的方式 而且單手即可轉垂直或是橫向使用 非常強烈建議用這種固定在出風口的 一方面是因為比較不會遮擋視線 一方面順便分享一下 我以前曾經用過一種是吸在擋風玻璃上的 但因為一邊充電 又加上夏天太陽實在太曬 我當時的iPhone7 居然就這樣直接被烤到主機板壞掉了 所以後來就改用了放在冷氣出風口的 夏天對於幫iPhone降溫很有幫助 這個是要另外插充電線的 當然如果想要省一個插線的麻煩 也可以選擇內建充電功能的 埋線埋好的話可以非常乾淨整齊喔 對於手邊已經有一大堆器材的人來說 也有這種最基本的 就是一塊塑膠 上面是1 4英吋螺絲孔 那如果是要更好攜帶的隨身指甲 方便在外面吃東西看個影片 又或是Plus Max機型 想要單手拿穩一點的話 也有這種可以伸縮的氣囊指甲 而且上面有小鏡子 也可以很方便自拍取景使用 說到這邊如果你有被我推坑成功的話 以上提到的所有配件 除了原廠的MagSafe充電器 全部都已經在蘋果倉庫上架 輸入折扣代碼MagSafe 還可以再享有額外的優惠喔 這些都是在合作廠商 維樂格推出的產品 我也確實都使用過一陣子 才會拍成影片在這邊推薦 在購買這些讓生活更便利的小東西的同時 也是支持我把這個頻道繼續經營下去 記得快上蘋果倉庫逛逛 另外感謝Nikon台灣總代理 國祥貿易贊助了用於拍攝本片的相機 Nikon ZFC 這個接下來我也會分享詳細的開箱 還有各種使用心得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的畫面還不錯 到時候記得回來看看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